第十七屆沙巴州选举当中 和希望联盟合作出战 旨在组建一个能够让风下之乡 摆脱长期落后状态的新政府 沙巴巫统主席 纳豆斯里邦莫达指出 这么做是基于 需要在联邦和州层级达成共识 以推动沙巴的发展 沙巴巫统主席邦莫达在国会授寻时表示 风下之乡长期受到贫困问题的束缚 其中八个最贫困的县分别是 丹格 比鲁兰 毕达市 金纳巴当岸 戈打马鲁都 斗亚兰 兰奥和拿督 在他看来 沙巴进行新转变是重要的一环 以真正改变州属落后的状态 邦莫达也是金纳巴当岸区国会议员 他说国民阵线和西蒙之间的合作 一直在党高层讨论 以确保能够共同行动 提早备战州选 这么做旨在确保沙巴拥有一个强大的州政府 能够肩负起人民的期望 推动州内发展 巫统主席纳都斯里阿莫扎西 今年9月宣布 巫统已经一决与西蒙合作应对沙巴州选 并表示沙巴国阵 同意参照在联邦层面的合作模式 将它扩展到沙巴 不过邦莫达强调 巫统和沙巴国阵 依然愿意与任何政党合作 以迎战即将到来的选举 巫统有传闻指出 有人试图削弱 他在沙巴巫统和国阵的领导地位时 邦莫达表示 这是政治世界的常态 肯定有很多人试图推翻自己 但他相信只专注于做好工作 眼下使命是强化政党 如果沙巴巫统强大 就会有许多人想要合作 相反的 如果处于弱势 谁还会有兴趣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我希望试图